大家好,我是Stan 在前两天上传了自称DSP千职员 爆料Hunju私生活的影片之后 有部分网友们留言说 这个自称是千职员的人 已经被韩国网友们实锤式称员 尹南恩在自导自演 所以今天就想要整理一下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在爆料文公开后 有位网友在论坛上传了 写这个爆料文的人很像是尹南恩的贴文后 对比了非常多尹南恩跟千职员的 在写错误习惯性错的字等 非常相似的部分 所以就有很多网友们开始怀疑 这个所谓的千职员会不会就是尹南恩本人 但是这只是几位网友们的质疑而已 并不是实锤 所以千万不要就这么当真 但是接着就有很多网友们找出了 在这个爆料文里 有非常奇怪的几个地方 总整理一下网友们的留言的话 大致可以分为十个地方 有关注的人应该知道 Hunju从小开始到出道前的照片 其实早就都已经被公开过了 一直都很漂亮 对,不是说漂亮的人就不会整形 但是就算整形了 这又跟X0事件有什么关系呢 爆料者称自己是在Hunju练习生的时候 就开始在DSP工作的人 而那时候大约是在204年7月 距今都已经快要7年了 怎么能这么详细的记得五项条款呢 爆料者一直说Hunju在撒谎 但是从头到尾没有说明 Hunju到底是撒了什么谎 如果真的只是前职员的话 应该会说那个圈子演艺圈 不是这个圈子 当然会有人说 可能只是离开了DSP 到了别的经纪公司而已 但是现在这种私生活爆料很容易就能被提告 身份也会马上在业界被曝光 所以几率真的很小 更何况自称已经不在DSP的人 为什么要担心圈局会再度散播谣言 而进一步以公开前男友的证明来威胁呢 而且就算公开了前男友的名字 对整个事件也不会有什么影响 所以部分网友们就猜测 爆料者是不是担心 圈局会爆料其他事情 这是在之前的影片没有提到的部分 那外前职员删掉爆料文后 又上传了这样的留言 我之所以说极端选择是撒谎的理由 是因为每次都说要X 然后就跟男朋友在一起 不来练习却跟男朋友去旅游 爆料做爱条款也是为了想说 他有做爱的体力 却没有体力来练习 然后什么公司强迫要你发出小孩子的声音 Henju你不是说过 你只能发出那种声音 而在录音的时候生气了吗 我现在爆料这些不是为了公司 而是想到那个时候 因为你一天一天就跟地狱一样 这段留言有三个非常奇怪的地方 首先是留言中使用了 没有来练习 而不是没有去练习 所以爆料者很可能是跟Henju 一起在练习室现场的人 这部分应该就是针对 之前Henju在出演 头Unisho的受访内容 不过这里也有非常奇怪的地方 你不是说过你只能发出那种声音 而在录音的时候生气了吗 这句话很像是 录音的时候一起在录音室里的人 说的话一样 只是一般职员的话 应该会说是 听说你录音的时候生气了 听说你不是生气了吗 这样 如果不是曾经被Henju耍他拍什么的话 只因为爆料者主张的整形 每天跟男朋友在一起 不好好练习 就会感觉一天一天跟地狱一样吗 如果真的是前职员 应该要详细的说明 到底是遭到Henju的什么 让自己一天一天就跟地狱一样 而不是一昧的抹黑Henju的私生活 最后就是 如果这些都是事实 DSPU了早就利用这些来发表立场文了 还会等到前职员来爆料吗 总结一下就是 根据种种证据 这个爆料文很可能就是现职员 或者是成员们的关系人所写的 但是目前一切也都只是网友们的猜测而已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被这些留言而影响了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收到很多韩国网友们关注的 有五个彩蛋的一个动图 互相在说我爱你的 康丹尼尔跟金结婚 站在旁边听到两个人 互相说我爱你后 告诉自己队友的B2B抢凑 在左下角非常惊艳的 BLACKPINK接你的颜值 在右下角认真摆坡子的 BLACKPINK激素与READBREAD BASILIGY 最后就是傻呆呆的站在后面的 MOOSTAR X HIO NU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希望在香港准备高考的所有学生们 在这里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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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